或许是担心圣诞当天有工作在身无法跟粉丝们共度佳节 于是许多艺人都借着活动之便提前与粉丝一同感受圣诞的节日氛围 11月28日某珠宝品牌在上海举办了圣诞亮灯仪式 在此之前商场主办方海金星打造了幻境之旅主题互动装置 为活动增添了不少圣诞气氛 而景天作为品牌好友当晚也是以一席白色长裙搭配同色长款大衣优雅亮相 为亮灯仪式助阵 并与现场粉丝请前互动提前过圣诞 说到圣诞节最不可缺少的自然是圣诞树了 当天有景天点亮的这棵圣诞树可谓是来头不小哦 据说是集齐了上海纽约伦敦巴黎四个城市的形象 还都体现在了这一棵树上 怪不得连大田田都为他拍手称赞 直呼实在是太别出心裁了 这颗把女神的少女心都收入囊中的圣诞树 你们确定不去看看吗 特别有意思 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圣诞树特别别出心裁 因为它把上海 纽约 伦敦 巴黎 四个不同的城市这种形象 设置在四个圣诞树的不同面 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不同城市的这个圣诞分别 浓浓的圣诞信息相信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 而且可以在这浓烈的节日七分中继续期待圣诞节的到来 不过女神今天在亮灯仪式结束之后就要马上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了 据她透露因为之前已经提前预知掉了圣诞假期 所以这次要在剧组跟小伙伴们一起欢度圣诞节了 粉丝们到时候可别忘了去微博问候在剧组拍戏的女神哦 刚从冰岛拍完火王回来 又马不停蹄的一头扎进下一个剧组 完全是在无缝链接的工作啊 按照大婷婷这拍戏的节奏 新一代老模绝对榜上有名 明年又将是霸贫了一年了 不过大家更好奇的是 到底是怎样的角色可以让景天毫不犹豫的接下 当天大甜甜也在现场透露了一些消息 以往她拍的电视剧大多都是古装题材 但是这一次她终于要演现代戏了 而且还是个IT女孩 着实让人心生期待呢 活动一结束我就回北京 然后新的电视剧的剧组了 然后就是一直会拍摄到春节 期待IT女孩景天的表现 但是这新戏还没开拍 要看到成片估计还得等上一段时间 不过景天可是有不少存货的哦 粉丝不怕没有新戏看 《环太平洋2》据说明年年初角上映了 这部科幻题材的电影在国内有不少忠实的粉丝 相信大家一定会满意的 而且景天也说在拍摄的时候 剧组氛围很轻松 还发生了不少有趣的故事呢 这一次特别有趣拍这个《环太平洋2》 然后也是刚刚我在冰岛开设 《王正电视剧》的时候进行了一次补拍 也是第一次体验这种比较科幻类型的题材的电影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明年三月份应该就跟大家见面 大甜甜你可别卖关子了 大家可都等着你小小的剧痛呢 都知道细节不能说 但是一些编较料总可以聊一聊吧 比如说电影里的动作戏多不多 拍起来过不过瘾啊 最重要的是 听说这些动作戏都不是在地面上拍摄的 粉丝们对此可都是一坨雾水呢 女神快来解答一下大家的疑惑吧 现在可能有一些细节还不能讲那么多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的是 因为这次有很多很不一样的动作戏 然后她们都是自己在地面上完成的 然后她是会在一个机甲里面 是非常酷的 是很酷的女神哦 上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